嗨,大家好,我是坦平叔,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5月20号,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文声 最近有一个视频在晚上很火,什么视频呢? 就是在广东东莞有一个女老板教育前来应聘的年轻人 说你有文声我就不要你,具体怎么回事呢? 大家可以看一段视频 然后两个是吧,你是啊,我们不收文声的,相信声明啊,一个都不可以啊,文声的啊,管你文哪里,总之我们不收,小伙子,你的文声就可能断送了你的前程,知道吗? 因为你们是时尚,现在有一种时尚叫做贴子,你出去玩的时候贴在手上,完了以后扒掉,但是你这样子就不叫时尚啊,你这样子我们不收的啊,因为你知道这个是什么? 一般见到你们这种文声的,比如说你看你,我看你是一个很寒厚的,也是个很色的,但是你给人的印象就是,要么就是在社会上混的,要么就是不听话的,所以你首先第一个印象给人标签就不好了,是吧? 所以呢,如果你想好好工作,我建议你去把文声洗掉,我们工厂是不收文声的,这是规矩,好吧?就是你做事做再好都不收的啊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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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去洗的可以的,洗的欢迎你,然后你如果文声带着文声, 人生到场地上班,我不收的啊,这个是明明条例的,不可以的,你看他是一个憨厚老师的人,但是他重新的印象,你一重新印象一看,哇,社会被招的是什么人了,社会上的这种牛皮子,二人是全部招进来了,不可以啊,啊,但我们这里是要学是教育的啊,学东西就是教育的,对吧,你多少年纪了? 我20岁,你20岁了吗,看人家什么毕业啊?高中,高中毕业,啊,现在你们你是移住的是吧? 那现在你们可以坐到高中了,可以啊,以前都不读书的啊,以前在别的地方坐过吗? 别的地方,我以前在移住,毕业的时候也在这里面坐过,哦,那就好了,老员工,哈哈哈,因为我想给大家说的是,昨天啊,我一条视频,哇,一下子,一千多万的流量,我都懵了,我觉得为什么懵了,我说这个话没有半点毛病啊,你知道甚至有人打电话来,问一下,我问这怎么了,其实我想的是,我说年轻人,你回去问一下,你妈妈我的观点,对不对,然后停电了一秒钟,然后把电话挂掉了, 那我觉得我这个观点是问题的,就是我这个年纪,我要求年轻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年轻人,最阳光的,积极,上进的很年轻人,而不是那小孩这个,自己不懂自文啊,你想想,你看看我整个厂,我一百多号的员工,如果说我们没有一点正能量的思想,我工厂如果说只是要人工做事,而不给人工教育的话,这不行的,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,我不管你们怎么生我,你不管你怎么生我,所以我今天特意带来一个服务, 你看到没,带来一个服务的观音,我对服务说话,我对服务发誓,教育是必须的,总之我以为你看不惯的年轻人,他的行为啊,怎么不符合我的准则,我一定是要教育到底的,教育到底,我就把他放弃,能够教育的,我一定要教育,这就是我们做企业人,做工厂的活日,很显然啊,这女老板拍了这段视频之后,发出去了,然后呢,就引起了热议,据女老板自己说啊, 还有人打电话,威胁他,骂他,恐吓他,不过这个女老板也很刚,坚持这个用人标准,不把这个纹身洗掉,就不准在这厂里上班,不像这些网报的人低头,他还说了啊,我只管我的员工,我的员工就是不能纹身,其他人我管不着,就这个事情呢,我来谈一谈我的看法,首先一个,咱们要抛开纹身这个事情, 很显然这是个企业,感觉像是服装船,感觉是一个服装企业,具体做什么我还不太清楚啊,作为一个企业,作为一个老板,他有没有权利制定一个用人标准,这是个问题,首先它是个法律问题啊,根据劳动法,劳动法对这个劳动者啊,有很详细的这个保护的条款, 你比如说,男女平等,同工同仇,比如说对这个残疾人有什么样的保护,不能有地狱歧视,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厂啊,就是不要河南人,你是国际大都市郑州来的,我就不收,我想啊,这劳动法对这个规定的比较相近,那么劳动法没有明确约定的地方,你比如说文森这一块,那作为老板,作为企业,他有没有权利自己来约定,我认为啊,企业是有自主权的,就是他有权利约定,只要不违反劳动法, 只要他的约定啊,不违法,那么他有权利来决定招收什么样的人,做他的职工,我想这个大家要懂吧,我这么一说,大家就明白了,作为这个女老板,她说我就是不要有文森的,似乎没毛病,法律上没有任何障碍,你可以告她,你去劳动中裁,起诉她,说她歧视,估计你打不赢这官司,比如有的单位,她是特殊人英呢,她不要一米七以下的,我想这个也是可以的吧,就一米七以下,你没办法胜任她的工作,所以她有权利约定,她有权利约定招收什么样的人,做她的职工,我想这个大家要懂吧,我这么一说大家就 她只招一米七以上的,这也是企业的权利,所以说啊,从第一个角度来看,从法律角度,我是认为这个女老板,她没毛病,她自家说了,这是他们常名文规定,有文森的,不能来,那按她的说法,你入职的时候,人家就告知了,不能文森,有一种情况,就是说她来报道的时候,她没有文森,但是在这干了一个月之后,她文森了,那在这女老板的眼里,那也是不行的,如果你进场之前就文森了,她就不要你,你进场之后文森的,她要你 把她洗掉,第二个呢,咱们再聊聊文森这个事,关于文森呢,我看了这个女老板的说法啊,我也是支持的,就是我对文森的看法,跟这个女老板的看法差不多,我估计啊,这个年纪的人,这看法大概其,都类似啊,但是我呢,跟这个女老板是一样的,她说啊,她只管她的员工,其他人她管不着,那我呢,实际上也是其他人都管不着,就是说,我虽然不太喜欢文森,但是别人文森,我也不干受,换句话说啊,如果这个 这个人有文森呢,那我跟他打交的时候,我可能会有想法,可能会觉得这个人,至少不一般的,就是不是寻常人,会因为她有文森,而对她产生一些不一样的看法,这个看法也可能是负面的,那要结合这个文森本身呢,来定义,那有的时候文森它也是正面的,你想那个,咱不有故事吗,岳飞她妈叫岳母赐字吗,岳飞后背不赐了四个大字吗, 那个也算文森吧,不算文森吗,文字也是文森,那你说那个文森有什么问题吗,那还是正能量呢,你还不能批评呢,所以你只能接受啊,但是你要在后背,文上龙,文个二龙细珠,文个皮皮压抱球,那性质又不一样,但对我来说啊,你只要文森,我肯定第一印象是负面,这没办法, 我能接受啊,就是漏在衣服之外的,就是你衣服盖住了,这个你文不文身,别人也不知道,你衣服盖不住的地方,如果你文一个很小的,就是点缀性的啊,这种其实是能接受的,给人感觉无伤大雅,他有的人他本身那个地方就受伤了,有疤痕啊,然后他文一个什么东西,点缀一下,这个其实也挺好的,但是就是不能过,什么叫过呢,就是有人就文那个大花壁啊,整个两个胳膊,整个的文一遍,或者大腿,外侧, 整个的文一遍,这种发生就有点过,怎么看,怎么不像好人,还有人在脸上,在脑袋上闻,这种就是过了,我欣赏不了,感觉不到那个也多,有什么艺术性,什么时尚,什么前卫,在我看来啊,那种文身啊,本质上叫反祖,就是反祖现象,这文身,其实说起来还是渊源流长的,根本就不是现在,什么时尚,说现在才有的,很多人搞错了啊,把这当做时髦,文身这个事情,可能从远古时代就有了,不是什么时髦,什么新鲜, 事物,到现在为止,还在文身,不光文身,还有脸啊,脸上纹的各种纹路,各种画纹在上面,图腾啊,不光说非洲啊,你也在非洲看看,很多部落,到现在还在文身嘛,不光非洲啊,就中国现在很多地方,恐怕有些民族啊,也是要文身的,文的很厉害,但是我是这么认为啊,就不管你那个是什么图腾,什么个文化传统,现在是现代社会啊,21世纪了,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传承,有一陋习啊,早抛弃,早受益,那就好比说这个汉族人啊,以前裹小脚,那为什么不传承下来呢,这个是一个道理啊,我看有的民族啊,把那个脖子啊,人为的给它拉长,有的鼻子上穿孔,有的是嘴唇上穿孔,就是各种自虐啊,现在看来是自虐啊,他们在过去啊,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, 他这么做,有一定的道理,有一定的合理性,但是现在这种合理性已经没有,完全没有了,纯粹是一种叫风俗,还叫什么遗传,在远古时代啊,大家把身上,闻上这些东西之后,恐怕起到一个恐吓敌人啊,恐吓动物的这么一个作用,当然了,恐怕也有精神图腾的意思,那不就是因为生产力不发达吗,社会比较落后吗,现在已经没这事了,所以说现在人啊,还追求,传身就闻那些东西,这就是反族现象,一点都没有什么, 艺术性,所谓的艺术性,所谓的时尚,都是这些人吹出来的,从业的人啊,纯粹的人,这个从业者他不是赚钱吗,加上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,精神比较空虚啊,就需要这些标新立异的东西,来显得自己与众不同,所以他就需要闻这些东西,所以说本质上它是一种反族现象,应该让那些以纯粹啊,为传统的民族啊,让他慢慢改掉,就像让这个中国的女人呢,把国脚步放开,一个道理啊,但是我这里面, 对纹身啊,如果你要加以区分的话,有人纹身还真是立志,跟岳飞一样,他有某种图腾的作用在里面,纹上一个什么文字啊,或者是什么一个图像啊,或者是偶像的这个形象啊,总之是图腾吧,这样来鼓励自己,克服困难,有这样的啊,但是这种是少数啊,绝大部分都是搞不清闻那东西什么东西,就是觉得好看,就是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, 你闻一个二龙西珠,他就闻一个皮皮下抱球,总之比你那样大,你闻一个胳膊,他闻两个胳膊,你在脖子上闻一点,他非要在脸上闻一大块,我记得泰森啊,好像是在这胳膊上闻了一个头像,我有印象啊,记得以前报道,应该报道过,他觉得这样,他打拳就能赢,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,他是标新立异的,还是真的是能够激励他,在内台上能够超水平发挥, 资予他力量,这个还不好说,这是关于纹身,我总体上对纹身啊,是负面的,但是我不反对别人就纹,你爱怎么纹怎么纹,你把脸上纹满了,我也不在乎,第三个呢,就关于,有很多人批评这个女老板,说你凭什么不让人纹身呢,你凭什么不招纹身的人呢,你凭什么歧视有纹身的区别对待,然后咒骂他的,对这种啊,我认为没有道理,我前面就说了,这个女老板他有权利这么做,他没有违法,如果违法了,你可以劳动仲裁,可以起诉, 你比如说啊,你在入职的时候,他没有明确告知,说你不能纹身,或者怎么样叫纹身,然后呢,你的员工手册里面,也没有这一条,说纹身,就要被辞退,那么如果你入职之后啊,你纹了一个皮皮夹报求,然后这个女老板说把你开除,你这个可以去劳动仲裁啊,他就得给你赔钱,因为他员工手册里没有啊,然后入职的时候他也没有说清楚,那我愿意去纹一个皮皮夹报求,你管得着吗,这个法律是 容属的啊,就是说,法律并没有说纹身就不对,纹身就该歧视,法律可没有这样,这都是个人好物啊,就个人标准判断,但是你个人标准呢,个人判断,你不能建立在违法的基础上,同样的,这些反对这个女老板那人,你打电话就恐吓,骂人家,你这就违法了,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,正确的做法,你应该啊,也办个厂,开个公司,你说我啊,就专门招这种有纹身的,我认为有纹身好看,没有纹身的不要,这是你的权利啊,你这没违法啊,那很多 做纹身这个业务的啊,他们不都叫工作室吗,这工作室估计招的员工啊,或者这个工作室的这个什么设计师啊,他本身肯定也是纹身,全身的纹了,他要招员工的话,他就要求员工,你必须有纹身,没纹身我不要,完全可以这么干啊,大可不必啊,去打电话骂人家,恐吓人家,你这都是犯法,动不动就网报人家,要么你就讲道理,说出个123出来,要么你就把它比下去,你说我开个更大的公司,专招这种有纹身的,纹身纹的越多的, 你的级别越高,跟着文身来,谁的文身最酷,谁当这个领导,当总经理,这都是合法的,你完全可以这么干,说不定你这么干的话,你的业务更好,这也保不起啊,现在啊,经济形势不太好,这个大家都能看到,你要说数据的话,你就看统计局公布的数字,然后再看财政部公布的数字,这些数字啊,基本上都是可信的,一个是青年人失业率,16到24岁的,失业率已经超过20%, 就五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没工作,然后财政部公布的数字啊,就是个人所得税,是在下降的,这个也很罕见的,至少说明失业的人多,说明大家即便没有失业的话,你的工资收入在下降,如果你再看一看,这些互联网公司都在裁员,腾讯是不是偷偷摸摸的采啊,这第一季度已经采掉2000个, 你像OPPO,一下就把这个芯片整个的部门给砍掉了,几千人,然后这个58通城,说砍掉一半,有的时候要砍掉40%,总之啊,不少财人,好像大连有一个咨询公司吧,叫什么艾森哲,还是什么,也是整个的砍掉,也是好几千人的,上万人的,你看现在财员都这么财,这些人去哪啊,所以在这种形势下啊,大家就业是越来越难,有很多拧螺丝的厂啊,都搬到越南去了,搬到印度去了,有很多这个服装加工的,还有鞋子啊, 都搬到越南,东盟去了,所以你罗斯的机会也越来越少,你要想顺利就业,那你就得看这些老板的点色,如果你这个行业啊,就你就业的范围,就业的这个行业,从事的行业啊,是那种艺术性的,有的广告公司啊,他就比较喜欢这种标新利益的,你太正经了,人家不要,所以你纹身反而是加分的,人家觉得你这纹身很特别,这个人必须要,还有一些搞艺术的,搞演艺演出的,总之这类行业吧,他能容忍这种, 标新利益,你这种纹身,对你还有利,但是这种行业更小,更小众啊,大部分行业,大概其不能接受这个耳龙吸猪啊,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你要就业的话,你就得听老板的,就是看老板脸色,人家说了,不喜欢你这个耳龙吸猪,那你就得想办法给他洗掉啊,要么就别找工作啊,在饭碗,和这个标新利益之间,你选一个,同时啊,正因为,经济下行,大家都 不容易找到工作,大家都焦虑,越是这种情况下,越有年轻人呢,要去纹身,要用纹身来表明自己不妥协,没有谈平,所以这个纹身现象,恐怕比那个经济好的时候还要多,所以我劝网友啊,如果你还年轻,你没有纹身,然后你现在正纯纯日动,想去纹,我倒是建议你打消这个念头, 因为你现在年轻,你纹了觉得好,但是一旦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,你恐怕又后悔,国内啊,你看那考公务员,然后什么,当警察,入伍,或者进国旗,我可以肯定啊,这个,像很多国旗,他那里面,恐怕没写明白,没有写得太清楚,什么纹身,纹身什么呀,不能进,或者就是不准纹身,但是他们的标准一定是一样的,就你有纹身,十一八九不要你,然后你要入职了之后,你在里面干了多少年,你纹身,领导会找你谈话,公务员就更, 是这样的,有的人是一冲动,稀里糊涂的,在身上就纹上,乱七八糟的,时候又后悔,如果你真想纹啊,因为我对纹身不了解,我也搞不清纹身是什么技术啊,如果你真想纹,最好纹那种,就是你要后悔了,能把它去掉,没什么影响,能洗掉的,这个你纹一纹,新鲜禁一过去啊,自己觉得不聊了,然后就把它洗掉,这个可以,无非就是花点钱,然后缠个歇嘛,我也有印象啊,就是俄乌战争啊,刚开始的时候,这个俄军啊,他们不是要抓乌军吗, 说乌军是,都是纳粹嘛,那怎么认定他是纳粹呢,看有没有纹身啊,一个个的,把衣服脱了,身上有纹身的,他就认为你是纳粹,大家有印象吧,所以说啊,你要没有纹身,你在战场上还能保命,你说你身上纹了个儿龙戏猪,让人家把枪一指,你要说我这不是,是皮皮家抱球啊,但是晚了啊,最后啊,我再说一下,总体上啊, 还是包容啊,就是容忍别人去闻,但是呢,你要让大家都接受的话,那你一定要控制好,这个尺寸,分寸,不要引起人不适,人家第一眼一看见,结果不适的反应,那这样实际上是个失败啊,好,关于纹身啊,咱们就聊这么多,感谢大家收看,如果喜欢我的节目,欢迎订阅转发,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,谢谢大家。